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继续来填坑了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盾娘第八话的内容 在上一话,美普路的防御已经超一千了 实实在在的游戏第一肉盾 而在这一话,直接让它不做人了 第八话开始,游戏的第三次活动要开始了 本次活动被称为牛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他们要打牛拿铃铛 而本集可能就是所谓的福利局 直接换上了牛牛服装,敲可爱的 这次活动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打牛换奖励,打得越多,换得越多 由于美普路行动缓慢,抢不过别人 只能去人烟稀少的地方 他来到悬崖后成功地打了一牛 但是唐江到处乱跑 美普路为了抓唐江不小心才空了 从山崖上滚下来,掉到了森林里 而且还把恶食技能给用完了 于是他往森林深处走去 在森林深处他发现了一个破败的教堂 这正是他在上一级去的那个教堂 在教堂里他遇到了一个恶魔 恶魔扬言说要吃了他 美普路也不甘示弱,也说了具要吃了他 这我信了,美普路可不止一次吃一些奇怪的东西了 在战斗中,恶魔用铁链锁住了美普路 于是美普路发动自己的长矛技能进行防守 之后又让唐江用了一套技能后 并没有把恶魔打败 而是让他露出了圆形 恶魔喷了一把火把美普路的羊毛烧掉后 直接把他吃了 然而,美普路在恶魔的胃里并没有受到伤害 于是发挥了他的吃货属性 直接把恶魔吃了 恶魔被解决后 美普路获得了一个新技能胜出的混沌 另一边活动还在火热的进行中 例如炎帝之国 直接来了被一波流 瞬间见灭一堆的牛 策划们看得津津乐道 相反,在美普路这边 他们纷纷表示无奈 活动结束后 第三层也开启了 美普路决定带领大家前往第三层 而前往第三层的boss是一只树怪 美普路首先放出捕食者 随后就是胜出的混沌 最后就是暴虐 直接不当人了 变成了一只怪物 直接吊打boss 其他人都看呆了 走出通道 他们看到了这第三层世界的样子 机械的世界 由于刚来这里 信息量很少 所以他们决定分开转转 美普路在街道上帮了一个老爷爷 于是便从对方嘴里 得知了这个世界的故事 在城市中心有着一个机械神 城市里的机械都是他制作的 但是后来来了个第二代 他让以前的机械都消失了 并且消除了大家对第一代机械神的记忆 故事到此结束了 于是美普路便前往城市中心了 由于浓雾的缘故 美普路掉了下去 他掉到了一个名叫梦志牧场的地方 往前走去 他发现了机械王 机械王要将美普路变成废物 于是对美普路发起了进攻 在美普路和唐江的配合下 修复了一代 他为了报答美普路 将剩下的意识托付给了美普路 然后他的身体就完全被第二代控制了 第二代直接朝着美普路发起攻击 而美普路则使用机械神的力量 直接和二代硬杠 这美普路有点小帅哦 一番激烈的大战后 美普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然后又获得了一种新的形态 至此 美普路已经获得了三种形态了 分别是天使 恶魔以及机械神 不愧是欧皇美普路 按了按了 而在下一话 期待已久的公会战终于开始了 他们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预知后事 请看下一集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